爱的五名成员之中就有三名是外国人 让成员之间的相处 并没有受到太多韩国讲幼有序的观念影响 说话时也自然而然的都使用伴语 曾经与其在回中国期间 和大姐围娟通电话时 说自己有点忘记竞语要怎么说 就被围娟吐槽 你根本也没再对我们用竞语 四位大姐的围娟还曾经说过 他们不该玩其他团体会玩的评语时间 被围的拜托应该玩一下竞语时间 让妹妹们展现敬重吧 而在最新的团阵里头 因为与其说自己跟舒嬅只差三个月 也想当孟姥 随后便开始了突如其来的竞语时间 那你现在是孟姥 那你现在都用我们的语言 那你也用我们的语言 那你也用我们的语言 然后你们的语言 然后你们的语言 明白吗 我不是的语言 你们的语言 我也这么说 我也这么说 我可以做 我这么说 为什么用 逼得你 为什么用这么沉气 为什么用这么沉气 因为我真的用泥 我也用泥 许你喝了吗 没什么 我是说痛快的 мест语言 新的开始讲 观众自己的语言 这语言真的感觉好 小娃